今年剛從中國大陸來到日本的玄先生 為聲援國內的白紙革命 特意趕到東京參加活動 他為三年來在中共清零政策下 非正常死亡的同胞感到難過 並譴責中共暴政 他表示要感謝九評共產黨和新唐人電視臺 讓他瞭解到真相 我特別要感謝九評共產黨和你們新唐人 還有亞太電視臺節目 然後我知道了這個 先生們是件那個法輪功的真相 法輪功學員明明就不是自然的 這個CGP的CGP 他們自己找人 然後去眼淚出氣 然後這張傢伙以至於幾千萬人 這法輪功學員非常迫害 這些善良的擁有良好的價值觀 還有心存善念的管理學員 被他們破壞致死 他們的家屬被牽連 這非常厲害 玄先生希望國內外的中國人 應該推翻中共政權 維護人的尊嚴及自由 只是讓習近平下臺 不能解決問題 要徹徹集體的 把這個中國共產黨推翻 從事的這個 亂流不解的這個政黨不下臺 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 才有新中國 新唐人電視臺 日本記者站 許婷 楊宇 東京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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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